大家好,我是Michael。 今天我想给各位介绍中国耳骨头酒。 中国耳骨头传统方法这场的颗粒。 它的味道和俄罗斯富特加差不多, 但是,耳骨头比富特加稍微甜一点。 这个耳骨头的耳, 表示整六两字。 以上翻译耳骨头的名字, 意思是耳国头。 一百毫升的可以买四块五, 五百毫升的可以买九块五。 所以,假如你有很多朋友们来你的家, 你的钱不太多, 你可以买这个,是价格挺好的。 因为耳骨头是比较便宜。 有时候他们的原料有点劣质的。 所以,第二天,起床是比较难受。 但是,没关系。 因为,只有豆对身体不好。 假如你喝太多耳骨头, 你的眼前会出现重影。 就个例子, 这个六瓶耳骨头, 假如我喝太多了, 可能我以为这个六瓶耳骨头是十二瓶耳骨头。 可是,我只有六瓶, 你会看。 二瓶头, 也会让你的行为不好。 醒来我, 我知道。 等会儿,等会儿。 十二楼。 谢谢。 美女? 你好美女,你好漂亮。 我有微信, 可以找我个好友吧?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点。 神经病,喝多了吧? 快点回家睡觉吧。 一起吗? 你脑子有毛病吗? 你脑子有毛病吗? 谁拿我的耳骨头? 我指个说!!! 那一声说是说? 一声呢? 我脑子有毛病。 你脑子有毛病。 我脑子有毛病。 那一声呢? 像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的图标 康康章我要让社邦来河 朋友们 现在你知道耳朵是什么 所以请喝安全一点 不要喝太多了 小猫!小猫! 请喝安全一点 不要喝太多了 不要喝酒往开车 我是Michael 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 干杯!干杯!